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秘密之音第六季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这个答案也是很多选择务农的人 或是一般人在家里的院子 甚至小阳台种植花草植物的理由 把那一点的说法就是叫做很疗愈 对不对 但疗愈不是简单的kimoji说说而已 园艺真的有疗愈的效果已经历史悠久了 据说从古埃及时代 医师就会带着病人在迷宫花园里头漫步 用来稳定病人的情绪 其实台湾投入原医疗愈 这个愈是教育的愈 也有20年的历史 相关的研究和推动成果都显示了 原医疗愈具有改善生理 心理 社交 认知以及经济各方面的效益 很多国家都已经把原医疗愈 归属于辅助治疗的一环 甚至医师会开处方间 不是一天三百 一百三了那种处方间 而是写着清净大自然的建议 不过在台湾的原医疗愈这条路 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为原医疗愈不是一般的原医活动 哼哼 听起来很像哦 原医活动真的是我们平常随便就能接受得到的 这两者的核心目标完全不同 但是外行的话根本分不出来 而且在健康效益的评估技术上头 要运用科学的评量和监测技术都还有待推广 才能够让这么美好的原医服务 被更多人认识和应用 今天我们就要访问两位专家 听完这一集你对原医疗愈就可以说有一点点内行了 首先是请资深的研究员台中农改厂的花卉研究室许家锦研究员 我们先请他教我们该怎么区分一般的原医活动和专业的原医疗愈呢 好啊 我就说明一下 一般我们就会把原医活动跟原医疗愈搞混 那我们所谓的原医活动呢 一般是指就是果树啊 水果啊 蔬菜啊 花卉啊 他的生产的作业或者是说我们在做一些插花花艺的创作啊 或者是在家里做一些花花草草的种植 这些我们都把它叫做原医活动 那原医疗愈会比较严格一点齁 他说起来的话就是要有一个服务的对象 那要透过这个专业的人员来引导他们做一些有目标性的专业的原医活动 然后他是有目的的 最终的目的要能够促进这个服务的人呢 他有一个健康的改进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说呢 如果是原医疗愈的话 他会比较像我们所谓的辅助治疗或者复健的部分 他有一定的目标 然后这个目标定了以后呢 要安排一些课程 然后课程做的过程 以改及最后呢 要做一些检讨和他的效益的评估 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性的话 那我们就会比较认为 他是所谓的一般的原医活动 而不是原医疗愈这样子 哦 可是我发现最近在推动的一个主题 像原医疗愈他的愈又是教育的愈 不是治愈 把病治好了的那个治愈的愈 这又是刻意做出来的什么样的区分吗 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在目前这个原医疗愈来说的话 其实是引用国外的原医治疗这样的字眼以后 而加以转化的词 因为目前在国内 医界对于原医治疗 它是属于他的定位 还没被认同为辅助治疗的一个项目 那所以他们对这个治疗这个字词 或者是疗愈那个愈合的愈那个字词 会有一点不认同 那我们为了让我们的这个业务能够推动的比较顺 所以我们用了一个转化 希望是一个疗养 同时带有教育意涵 训练意涵的一个字眼来使用 推动一个这样所谓的原医疗愈的业务这样子 是 所以说是业务的话 那意思也就是在像台中农改厂 在这个部分已经推广有一些历程了 然后相关投入的业务项目是包括哪些 我们厂的话投入了原医疗愈应该有20年了 大概是这么久 那是农 我们是属于农业委员会的一个体系的研究单位 那我们在20年前大概就把原医疗愈这样的概念 引进来我们机构做研究 那早期的话我们是把这样的一个理念实际上带到我们中部地区的一个社福机构 例如说起字、起冲、起名等等类似的一个社福机构 去带他们去营造一个具有疗愈性的花园 或者是举办活动、课程 那透过问卷或者是对个案的一个观察记录 去了解说这个活动带进去以后 对他们改善的情绪 那么这几年来因为疗愈、高龄化跟长照这些议题 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多人关心 所以我们团队把研究跟推广的对象 从原本的这个社福机构 我们推广到了原休闲农场、社区的营法族高龄者 或者以及这个长照机构的住民 希望他们都能够享用这样原医疗愈 所研究出来的一个推广 运用出来的一个成果 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服务 让更多人能够来认识他 跟接受他的这个疗愈 是 所以20年很长很长耶 那个投入的整个工程 想必也是已经慢慢慢慢看见成果了 就像您刚刚说本来是投入社福的组织单位里面 那现在我们很多农村的一些长照 或者是像农场自己也可以有相关的经营 一样就可以符合到这样子的业务项目里面 可以得到一些教育推广吗 可以有一些资源来学习 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对我们现在就是把我们的研究 透过几个面向 有一个是就是一些场所的 怎么样去把这个花园疗愈的空间营造出来 另外的就是活动 那活动完以后我们会需要评估 那以及最后我们把这一整套 在不同的一个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不同的农场 或者是社区农村 做完以后我们希望能够推广 扩散到不同的类似的一个场所去 那所谓的场所就是说我们帮助他们 营造一个具有疗愈性的花园 那这个是我们农改厂最大的一个专场 比如说哪一些植物适合 那怎么样特别好管理 那颜色的丰富度 是不是能够让人家一进到这个花园 就觉得非常的让人家觉得放松跟舒服 那甚至有没有一些这个花园里面 特别有一些物件或者是植物 能够唤起我们过去的经验跟回忆的 那这个是更好的 那又例如说哪一些设计能够吸引蝴蝶 鸟类的到访 让人在这个环境好像在自然里面 那我们透过大概三四年的一个经验累积 跟试验以后 我们大概有营造出五个花园的类型 那这样的花园类型 就可以给不同的一个单位 他们去参考说能不能应用在他们的场域里面 作为一个参考这样子 五个花园的样板可以这么说是吧 是是 就是你这个农场 我评估之后建议你 你就用这个样板好了 那就是会是得分很高 療育效果很好的意思吗 大致上是这样 当然我们不希望每个人都照着这个样板去 去模仿或者直接照一样套上 因为其实我们希望的是说 就你现地的条件去做最小幅的修改 就能够达到最好的一个疗愈放松的一个环境 这想起来也当然只能够借由花卉研究室的研究员 你们那么专业的研究 所以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更精准 然后又是对台湾在地的环境土壤这些是那么的熟悉 能够掌握的话 这样子去耕耘这样一块原地 或许也才是可以比较永续长久的 那我们如果说一般农场经营者站在 我就是自己有农场 我对这件事情有一点兴趣 那这需要有怎么样的门槛才有可能去得到 像农改厂这边的一些协助跟学习 或进而可以以此为营业的项目呢 其实应该主要的是说 要分两个层面来说 一个是农场的经营者要能够了解说 什么是盈喻疗愈 然后他如果要把他的农场这项服务加进去的话 那他要评估他农场适不适合 这可能要先来考量 再来才会是后续的部分 不过我想如果第一步 他整个做好完善的评估以后 那他自己也非常认同这个理念 那希望农场能够多了这一项云域療愈 来服务他的游客的话 那我想后面的门槛就会比较不存在 因为他既然认同 他我们也会有一些标准啊 或者是后续有一些 尽量可以提供他们辅导跟他们训练的一个部分的协助的 会介入这样子 那盈喻疗愈的优点是能够塑造一个农场独特的一个风格 提供迷人的一个体验跟游客的一个印象 他比较不像一般的商品 就是从外观就可以知道 这商品值不值得 那摆上货架以后 就能够带来收入 我想这个是要农场的经营者要先考量的 他是服务而不是单纯的一个商品 所以要先有这样的认知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运用我们团队已经建立的所谓的农场啊 或者是社区他适不适合来经营这个 员艺疗愈的一个评估指标这一套系统来做 可以评估说这个要变成有疗愈场所跟服务的这个机构 他的体质适不适合 那怎么样去着手规划 那里面包含有人力的资源的评估啊 你的自然环境啊 那你的行政管理体系整个喜不喜欢这个样貌 你的这个经济运作能力够不够等等 那这样整个评估下来 如果觉得这个的确很契合我 而且我就是很有心要做这个 那我也想要在这么多 越来越多一模一样的DIY 在农场或者是社区 去据点越来越重复的状况下 怎么样去经营出我的特色 以及我独有的一个环境体验魅力的话 那我觉得这样的农场 会比较适合来做这样的一个导入 是 所以目前台湾具备原意疗育成效的社区或农场分布概况是怎么样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以我们台中厂推动的部分 主要都会是在中部地区 这有因为是关乎我们负责的所谓的区域的部分 那我们在中部已经有推广了九个社区 两个休闲农场跟一个长造机构 作为我们的这个合作试验跟示范的一个场域 那社区蛮多的 但是也相对比较分散 因为我们希望大家能有机会接触到 例如说在大渡、田中、南投、雾峰、社投、吉吉、大村等等 就有九个社区 在农场的部分 休闲农场的部分 则是有临近我们厂的 彰化大村的建美生态农场 以及在台中市东市的产林休闲农场 那么另外一个长造机构是在台中市的枫原区 山上的田园老人养护中心那边跟我们做了合作 是 这算是一个认证吗 刚刚研究员跟我们提到 这整个是要一个系统运作的 就包括评估 然后活动执行计划 然后还要去检视整个运作 好像比如说我们如果一般社会大众 如果我有需求的话 我怎么样去看见那个东西是 已经是完整规模 然后具有真正的效果 然后是符合我需要 要怎么样去判断这个东西 目前来说我们只是针对这些对象去做辅导 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让原医疗愈在他们的 这个经营体系里面运作 那我们并还没有推广到 验证或者是标章的一个部分 因为这要看后续整个社会对这个东西 产业它形成的一个脉络 或者对它的认同感 是不是达到社会觉得这个确实有必要 那对于这些我们已经辅导的部分 我们就会比较推荐 原医疗愈想要认识 甚至是引到自己的机构 或者是社区去经营的话 我们就会建议社区的话 就到我刚刚提到的几个社区 去做一个参观 了解跟交流取经这样子 那另外我们团队也跟彰化田尾公路花园的店家 有一些合作 透过他们原本经营的这个盆花的贩售服务以外 也提供他们一个疗愈花园的景观 甚至可能慢慢的会有一些不同的活动导入 所以我们积极的希望说 未来在田尾公路花园呢 也能够提供一个很棒的一个疗愈旅程的一个部分 让一般的大众也能够比较容易了解跟体验 原意疗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觉得算是开了一个小视窗去想像 就平常我们看到原意 当然就身心舒畅的那个感觉都知道 可是他真的到另一个阶段仔细的去评估 他的效益的时候 好像是另一件很科学的很精准 要去计较的事情 所以我们透过了像今天许家景研究员 跟我们提到原意疗愈的这个在台湾的现况 那我觉得真正后面执行那件事情 在你们科学研究的这种背后是很辛苦的过程 所以也有点好奇 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都平常是需要怎么样去评估所谓的疗愈的效益呢 就是像你到现场去评量监测的时候 通常累积的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是 大家可能容易忽略的或没有搞懂说 这不是只是单纯看花而已 其实它真的会影响到健康效益的一些关键因素有哪些 在我们这个做的原意疗愈活动 其实最主要就是希望说它对我们生理或心理的部分 有一些健康促进的效益 那所以我们在做这些推广研究的时候 其实都会做一些评估 那评估的方法有从心理层面的生理层面的 或者是说它的肢体活动能力这样方面去做不同技术的评估 那我们的研究团队比较常使用的有测量心脏的一个跳动的一个律动 或者是说侦测脑电波的这样子 攜带式的仪器就是说无限的 那在参加这样活动的人们 他们在过程里面就佩戴这样的一个小仪器 只是配搭在额头上啊或者是在 竖在这个胸口这边 那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参加完原意疗愈活动的人 他在心脏的一个活性的表现啊 比做一般的活动 例如说只是到这个农场去逛一逛 表现得好 那如果是脑坡的话 那也会呈现一个比较放松的情形 那因为方法很多 那我们就很想了解说 那对不同的对象啊 例如说年轻啊上班人啊 或者是年纪很高的长辈 一定有不一样 有好用跟不好用的仪器 那我们就会做一些评估 测试这些可以用的方案 看看他们是不是适用在不同的族群 比如说我们对于年纪很大的长辈 我们大概就不太可能去要他们表达什么 身体活动比较不方便 你要去佩戴东西的话 可能他就穿戴还是会有障碍 那我们就改用说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纸张 上面有很多微笑啊 或者是伤心的脸是连续变化的 那我们就让他表达说他在活动的 就是一般这个日常的时候 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一个符号 那如果做完元育活动的话 元育療育活动的话 那他的心情又是哪一种符号 那这样一比较下来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 如果比起单纯的一个户外活动手脚的一个活动 元育療育这样子专门设计过的一个活动 其实可以提高刚才那样的表情符号 大概是1.5个表情符号这样子 所以是非常实用化 那也会针对不同的人对象体 然后去做不同的一个方法的应用 那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在现在台湾高龄化的时代 这些东西是绝对是越来越被需要了 那请问一下台中农改厂这边 是不是也有所谓培训种子人员这方面讯息 如果我们有想要进一步了解想参与 然后像刚刚您说 如果农场经营者自己本身是支持这件事情 有兴趣的话 应该怎么样接触跟收集资料参与比较好 我们场在这两年来已经办了两T次的农民学院的课程 那这个农民学院课程其实就是这几个关键字上网以后 就可以进入到它的一个相关讯息的网站 那它会不定期的更新最新的一些课程的训练活动 那有兴趣的这个观众可以去上面搜寻到相关的题材来参与 那它我们兴趣疗愈的部分大概会在每一年的大概四到六月的时候 会透过这个网站来公布我们相关的培训的课程 那另外的话除了这个实体的培训以外 我们团队也已经把相关的研究跟推广的成果 做了一些书刊或者是一些教案的部分 现在已经有部分已经出版了 那陆陆续续也会再针对这些更细的东西做一些出版的动作 那这些都可以取得资本 那如果是远距离的话 其实可以在我们台中区农业改良厂的网站的出版品里面 得到免费的电子版的一个下载 好 很清楚 谢谢 那我相信应该大家就会知道 去哪里抓自己需要的东西了 那很感谢许研究员给我们提供这么多可以增进尝试 然后也可能对自己农场经营的人来讲 或许也是一个机会 然后可以提早布局 那个叫什么 提前部署 所以还有什么是研究员觉得也想趁这个机会 给农友们一个什么样的建议的吗 投入这个领域 我自己其实也是本来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研究 品种的预程跟这个栽培技术的改进 那圆域疗乐队友来说也是一个 边研究边学习的一个 那投入这个领域以后 其实我觉得充满了喜悦 因为其实自己在很投入在农业的生产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忘记一件事就是停下来 好好的欣赏周边的美景 然后把自己融入到里面 那不管是对自己的这个当下的一个 心境的放松啊 身体也是得到一个放松的 那其实在整个人生的体验上 我觉得也会看到不一样的层次 那这是我自己的 在这个研究跟推广里面 获得的一些感想 也跟各位观众做一些分享 很棒的提醒耶 要停下来一下 看看旁边的风景 谢谢研究员今天的分享 欢迎收听蜜蜜之音 转小孩的垃圾喔 接下来要从医学的角度 了解原液治疗 台大医院的云林分院 就有实际执行的例子 在医院里 为什么要刻意经营一块田园 让精神病友 学习种花 种草 种水果 甚至还打造一间 名字叫做悠灾的小铺 将病友们细心照料的香草植物 做成点心和饮料来贩售 这些对于病友 能够在将来某一天 可以回归社区的生活 具有哪些重大的意义 整个学习的过程 其实都仰赖职能治疗师 从旁协助 我们邀请云林台大医院的 职能治疗师陈亚玲 跟我们谈一谈 但要先从认识她的职业特性开始 雅林这边是不是方便帮我们介绍一下 一般人其实不见得会有机会 需要去找治疗师 可能会 脚骨 脚骨的有伤背 找复健治疗师 不过在雅林负责的 其实很不一样的 不太一样 对对 人家希望我自我介绍的时候 我会说 我会希望你这一辈子 都不要用到我的专业 你这句话很重 我会希望 我真心会希望 对因为我比较特别 我虽然是职能治疗师 但是我是在精神科的职能治疗师 会跟你们在复健科 遇到的职能治疗师 从事的业务会比较不一样 我们都是 一样都是职能治疗系毕业的 然后国考认证过的 这个当然我们都是出于同一个系 可是我们做的事情有点不一样 在精神科的话 就像你们所听的 我们遇到的大部分都是精神病友 那大家对于精神病友这几个字 大家心里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跟会不知道该如何跟他们相处 像这样子 然后说我搞不懂他们在想什么 大家会很常见的精神病人 你们会觉得说他们很混乱 每天风言风语的 然后甚至有时候 你会看到他就脏兮兮的 臭臭的 然后每天自己在自言自语 会有出现很多像这样子一些 精神症重的干扰好了 那我们在精神科的治疗师 我们会很常要做的事情是 在医生介入治疗之后 他们比较稳定了 他们可能还是会呈现一个 每天可能都是躺在那里 然后说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然后很懒散 那我们的治疗师最主要的工作就是 有点像是重建他的生活 把他一步一步带回来 所谓的正常生活轨道 所以我就要开始教他说 那你自己要学会打扮自己 包含如何好好的整理 弄干净自己外表 然后说 那你可能不知道要如何买东西吃 那我就会带他说 带他去买东西 就教他说 你要怎么算钱 你看到这些东西 你要知道算钱 要给人家钱 拿自己的东西回来 像这样子的过程 其实都是我们的治疗过程 所以像我们这边医院附近的 那个Seven店员 有时候说 老师你要带病人出来 我说对 我带他们出来买东西 我都说它是一个附件 跟训练的过程 所以有时候 我很常带病人 在外面走来走去 可能再前往Seven的路上 或去佳乐福的路上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 为什么我要带这一批人出门 他到底在干嘛 是 趁这个机会也是可以了解一下 就大家像你刚刚提的 对精神疾病这方面 大家普遍的恐惧 或者说有一些污名的 这个情况 那其实是不利于 我们跟他们相处 或者是说家属啦 朋友的陪伴 像你刚刚讲的 陪他去买东西 教他怎么样算钱 这听起来是 家人朋友也都做得到的啊 可是好像我们一般 就不知道怎么做 是的 是真的 那其实我觉得 像今天要谈原液治疗 像我在云林嘛 我有很多很多的病友家属 他们都是务农的 对 对 然后他们很常抱怨 我叫他来把我倒门菜 不然把我抠操 他都不来做 就是他们会觉得说 你至少不在家帮点忙 会希望不要每天躲在家里啊 或只会玩手机啊睡觉 他们会对于病患 会有这样子的抱怨 那可是其实家属很常是用一种 工作的角度去要求这个病患 嗯 那可是如果我 我以復健的角度 我说其实包含他们 拔草也好 拔菜也好 他其实要有慢慢 一阶段一阶段的 陪伴跟训练他的过程 他才有办法做到那个程度啦 对 这个难 我们一般人没办法想象耶 这个引导他 真的能够听懂你说 你也来帮我倒三天慢慢炒 对 你跟他说这句话 他没法都很简单 知道说到底要怎么做就对了 对 他会告诉我我不知道怎么办事 哦 然后我们一般家人可能就觉得 你就是懒惰而已 你就是又在那边 你就是懒惰 耍废 讨厌 哈哈 你就是疲惰 懒惰 你怎么有疲惰 我们很多病人都会这样子 哦你台技不错耶 哈哈 在婚姻的关系齁 婚姻都爱说台技 我对婚姻都是这样 那我们如果说 直接这个任务是交给 交给亚琳治疗师 你在医院的这样子的职场 那你们现在真的用原液治疗 发挥在精神医学上这样子的话 它的操作起来 我刚刚想像的是 咦 我们家里的职场 其实也是可以做原液治疗嘛 不过大家没效 所以现在搬到了医院 请治疗师来做 所以那是怎么做 那是怎么去发挥那个效果的 怎么发挥这个效果 其实 我必须说原液治疗 它真的是一个成本很大的治疗 因为第一个你要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你就要先具备一个田嘛 这个基本上对很多医院 它本身就是一个成本很高昂 谁会把那块地空在那里 这样子 对 那我只能说 我很感谢我们院长 愿意博手 让我们这样子乱搞这样子 这是感谢上层的支持啊 那也另外一方面 我真的就觉得真的是身处在农村的优势 真的是生于农村的优势 如果我今天我这个地方 我要是搬到台北市 桃圆市 我这块地找到就被挖去当停车厂了 寸土寸金啊 要让你拿来怎么进灰进草 以前其实我们会很像很传统的 我就说什么叫传统农村 就是让病人种种水果 种种菜啊 然后我一样就是让他们做附件工作 把种的水果跟种的菜 拿去卖给员工啊 那他们就会获得小小的一些 他们工资出的一些薪资嘛 少少的钱 可是那后来是因为接触到 因临县政府 他这边推的 我现在这几年很常推食农计划 哦是 对那食农计划开始 我就去申请像这样子的计划 去接触到很多老师 那自己也开始去上课 开始会去体会到植物吧 我觉得植物这个东西 对于病人的力量 可能不止于他产生的果实跟蔬菜 哦 他的力量不止于这些 我会觉得说 要如何让他这些 大自然给我们的东西 发挥到更大的效益 我好像必须再去学习这一块 那我才那时候我才开始有 我真的觉得说 我是不是应该把他引到医院里面来 引到临床上面让他们做 所以我一开始做的会比较简单 所谓比较简单是 我先请老师来上课 先请老师来带那个课 他一边上我一边学 哪一方面的老师 就是食农教育老师 那有一些也是原医治疗的老师 就我自己也先上课 先学边做边学这样 然后学完之后我开始带进医院里面 那带进医院里面 我觉得第一个 我觉得我感受到最强烈的病人的改变 是动机变比较好 什么动机 就是参与日常生活的动机变好 因为其实精神病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叫懒散 这个负面词有没有比较正式的说法 懒散是贴人家一个很不好的标签 对懒散有点负面 我们说生活结构松散 漂亮 原来专业说法是这样 生活结构松散 那怎么办呢 结构松散 那结构松散 那我们会希望它比较有组织跟规律化 甚至建立一个比较好的 我们讲生活习惯 会比较好一点 至少它每天要完成一些规律 可以维持自己的一些基本的清洁啊 饮食啊 这些东西 我们会希望这是最基本的 那我会发现 原因治疗下去之后 它是一堂活动 也是一堂课 那病人动机变高了 我们护士就会变成说 你要去上老师的课可以哦 那你今天你那个什么东西 你那个至少弄干净再去上课吧 你好歹也把头发梳一梳再去上课吧 你好歹也要做什么吧 然后病人说 哦好好好 比较愿意配合这些事情 动机比较高 我会发现 哦原来植物有这么神奇的力量 就我从以前拿一些那种植啊鼻啊 他们都觉得哦不要不要 然后现在我就拿了一盆花 拿一包图 然后拿了很多苗的 然后进去 哦有有我要进去的 好特别哦 感觉是它 像是在跟植物谈恋爱 如果我们就为越极者融啊什么 就是有那种真的就你说的动机 动力就来了这样 对动机是第一个我看到最大的差异 第二个是我觉得植物会赋予一个希望感 嗯哼 希望感是就是例如有次我教他们如何洗火龙果的种子 我们会种一个火龙果的小小的盆栽这样子 哦 然后他们说老师以后会有火龙果可以吃吗 我说可以哦你要好好的种它五年 应该就会有了 五年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用时间 然后他会有一个期待说 哎他未来长大会怎样 例如像我们有时候种一些木瓜的种子啊 或者是像这样子水果类的种子 他们都会很期待说哎我未来是不是可以吃到像这样子的水果 哦 他们那个期待感会很高 对 他们会对于 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像是一些忧郁症患者好了 嗯哼 我会觉得说 让他们看到一些对于所谓的未来的希望感 嗯 因为其实他们的无望感很强烈 嗯 每天都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活在这世间上 我没有用我应该要去死 我有很多忧郁症的患者是这样说哎你不要这样说 你看你现在种的这一个 他说哦他都快要死了你看他浇了水他也是这样烈烈 我说你不要这样说你明天再起来看看他 嗯明天他就活过来了 哎对不对换的 我说隔了一天搞不好事情会变得不一样吗 我们要换个角度去看 我觉得透过植物的这一个让他 不是只有我们在劝说 我觉得植物的力量跟人的语言是不一样的 嗯 他是静静的很安静的他也不会做很多便捷 你只要透过你的眼睛透过你的手去接触 你会发现哎他一天一天变得不一样 你如果没有照顾他他就死给你看 那会不会反而带来一些挫折呢 我觉得这个都是生命的学习嘛 嗯 我觉得其实为什么会现在很多小朋友的一些课程 会有一些生命教育里面 会有很多像这样植物的一部分 我觉得这个都是学习的过程 我说哎对啊 因为你没有照顾他 嗯嗯 所以他就挂了 就像你自己 你自己没有照顾你自己 你就会像这个盆栽一样 你就没有那么漂亮 哈哈哈哈 对我以前对上课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老师都会希望说你要跟你的盆栽对话 哦 你做的东西要对话 嗯 希望你长得漂亮 希望你弄得好看 所以你要时不时的就要去关照他 你不用天天关照 但是你必须看着他说 哎他现在还过得好不好 需不需要浇个水 嗯 或者是应该要帮他怎么做 什么梳理啊 太多的枝芽啊 什么要修一下啊 他说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对于生命的照顾 你对盆栽都会这样照顾 你对自己怎么不要这样照顾呢 他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 是耶 嗯 就这些小小的提点 然后在那个圆艺的工作 这些学习里面 然后慢慢慢慢就刺激一点点这个 然后丢一点点这个 对 没错 是这样子的部分 所以我说圆艺治疗他并不是追求说 我们一定要教病人种出蔬菜 一定要种出水果 我觉得那个是农夫负责的事 嗯哼 是农夫负责就好了 给专业的来 对 给他们来就好 那我们圆艺治疗做的事更专注于是这个人 这个人在这个盆栽上 他做的这件事不一定是盆栽啦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做别的 像上次我们还叫他说 哎那我们龙岩好了 我们来烘一下龙岩 我们来晒一下龙岩 他说哦好麻烦哦 为什么每天都要做这件事 我说因为要有美好的成果 嗯哼 你把它晒干 你就天天都这样拿去晒之后 它会要好 我们可以来煮好喝的桂圆茶 那就跟人一样嘛 你每天说哦为什么我要减肥 反正我今天少吃一餐 我明天又不会变瘦 我说啊你持之以恒你就会变瘦啦 就像那个龙岩 你每天都拿去晒 晒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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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晒 就变龙眼干了 每天重复 虽然它很无聊很单一 其实很多病人都很讨厌 这种无聊又单一的活动 哦 就连没生病的人也讨厌啦 对 其实大家都会很讨厌 就是我觉得持之以恒 做一件事情 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嗯是 那所以我通常都是会尽量的鼓励 然后去督促他们 哎没关系我们就一起做嘛 大家就是边聊天边做 然后把它融在生活里面 那你会渐渐不会觉得说 这一件是一件很枯燥或无聊 其实它就是一个日常生活 那做久了 你会发现哦 天啊我有一天我真的喝到 我的桂圆红枣茶了这样 然后就哦 我终于喝到了 那个叫果实的甜美 他们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哎哎哎我终于拿到了 所以我那时候把它摘下来 他就开始会回想 他曾经付出的努力 嗯是 那他就会觉得很开心这样子 有成就感的感觉 是 那像这样子的疗程 可以说是疗程吗 它会有一个像一个结束点吗 结束点哦 其实我会说每一个人的结束点不太一样 嗯嗯像悠哉小铺这件事情 嗯对想因为我们有运用一些 像是因为我们有原液治疗 我们会开始产现他的一些附带产品 就是一些动作品跟加工品 我们成立了像是这样子 悠哉小铺去贩售这样子的东西 病人透过那一件事情之后 我觉得改变最大的就是 他对自己有自信 嗯嗯他们以前在社区里面 或者去外面求职 他会觉得说大家都嫌弃他 嗯大家都觉得他都做不好 所以他很常在职场被老板fire 那进到我们这样子的训练 每天的这样反复的做 我们就是陪他慢慢做一样一样来 一个一个训练 他终于成品出现 诶这个品质别人吃起来说 哦也是不错的 得到赞赏这样子哦 对他他我觉得最明显 就是他自信的增加 这样自信的增加之后 他们会做了下一件事情 就说老师我想要出院了 哦 我想要出去靠自己找工作 他说我没有想要一辈子 待在医院里面 他的心理的力量就长出来了 我又觉得说哇进步了 哈哈 你在听到他说出那一句话说 老师我想出院了 你是什么心情啊 我又会觉得啊 他终于从他内心长出了力量 那是一个我觉得我们任何的话 任何的给予机会都是没有办法给的 因为他终于长出他自己的力量 他可以去有勇气的去面对外面那个世界 那对我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 无比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的效果 至少他有勇气跟有力量去面对这个世界 不需要再依靠我们在后面推了 嗯 我会觉得真的差很多 所以这件事情是靠他自己去决定这个时间点 但你们 你们会不会也需要做怎么样的评估 去确认他的这个决定 需要吗 其实要 其实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必须说我们都很担心 嗯 因为我觉得其实 他虽然长出了内心的自信 可是其实他有一些 还是没有办法跟外面的 所谓的我们讲说一般人 他可以这么好的去竞争 我还是很害怕他被老板值钱 嗯 还是会 虽然他很愿意学习 那可是他的一些动作 跟他一些 学的速度 还是比别人慢 嗯嗯 我们老师那时候都很担心说 他真的可以吗 他会不会很快的又失败回来了 因为他以前很常出去做没几天 就被老板打回来了 嗯 对我们都很害怕 那可是这一次 就很意外的他就撑住了这样 我会觉得啊 这好吧 那也许真的就是他 真的遇到了他生命中 可以生日的那一份工作这样子 是 嗯 然后也有遇到一个愿意给他机会的老板啊 我会觉得说 有时候每一个人的运气吧 或者是一些命运的点 我觉得可能就在那个时候出现了 我觉得 与其我们一直都用专业的评估说 啊你现在就是哪里还做不好 哪里还做不好 一直挡他 其实我会觉得说 有时候会扼杀他们这样子的机会 嗯 没错 对 在悠哉小铺 现在 已经是持续运作嘛 如果说 大家去云林 你不要说啊 去医院干嘛 我没生病 没有 应该可以去悠哉小铺买个饼干 买个花草茶 对不对 只是我会跟你说 今年的疫情啊 真的是让我们 真的是开开又关关 哦对对对 所有餐饮业都是一样的 对 对大家来讲 对患者来讲 应该也是都有不小挫折 大家都要一起面对这样子 对我们现在也是很挫折 因为前阵子三级警戒 其实我们也都是不能开的 嗯哼 对因为 毕竟是附属在医院下面 我们必须配合院房的政策 那我们也必须 像现在其实我们还在等我们病人 整个打完疫苗 打完两期 两剂 然后14天满 我们才可以真的就是 逐渐上鬼刀 因为如果 他没有打完疫苗 然后没有隔离14天 没有就是没有期满14天 我们其实也不敢放他 真的跟社区民众接触 我们也会担心 是是是 对 这个其实也是 我觉得这也是 没有办法在这疫情之下 必须会有的手段与考量 对 但是我们也是会希望说 越来越解封之后 大家可以比较自由自在的移动的时候 当然也都很欢迎大家可以来 嗯哼 那你的个人经验里面 有没有觉得哪一种植物 那个疗愈效果特别好 植物啊 我想起来 我是跟郭玉兰老师学的 其实我们会很强调 五感嘛 你如果你有对一些原意治疗有听到 我们会强调所谓的视觉 嗅觉 味觉 听觉跟触觉 那我个人会偏好会 这些东西它都包含项目多一点 所以我很喜欢使用像香草植物 香草植物什么叫香草植物 例如像泥铁香 薰衣草 薄荷 像这种带有香味 然后甚至有一些是可以拿来吃的 食用效果又不错这样子 对对对 食用它有特殊香气的 像什么我就会种紫苏啊 种蜜蝶香 种薄荷 然后会让它们混合 有时候可以拿来食用的 我觉得这个效果 都会增加它们的动机还蛮多的 是 我这个问呢 纯粹为自己跟为一般的听众问 因为自己也要自我疗愈啊 所以生活里面 生活里面加一些这样子的小植物 在生活上是一定是有帮助的 没错 疏解压力啊 疏解压力啊 疏解压力 有啊 现在最流行的 我觉得是视觉方面的 叫做多肉之物 啊 真的 我觉得它是一个 视觉上很疏压的疗愈小物 所以没有多肉又有香气的吗 我就贪心 多肉又有香气 好 我为难了 我们自己去园艺店找找看 有这个东西 可是一般民众可能不会觉得它是多肉 例如什么 这个东西叫做左手香 哦 我家里有耶 一般民众不会觉得它是多肉 它就很常见哦 怎么会是 它就随便乱丢 它都乱长好烦哦 哦 我们真的是住农村才懂这个啦 豆曲汤 左手香那个 蚊子咬的时候整个揉一揉 对 拿来擦一下 这样子对不对 甚至以前我感冒 我妈还会叫我喝那个左手香汁 然后说这个消炎 哦 有有有 有听说有听说 谢谢谢谢 不会 治疗师您这么忙 我还占用了你这么多时间 不会 感谢 本期节目上半段请台中农改厂的许研究员 从理论与科学实证 分析台湾原液疗域的历程和现况 下半段请陈治疗师 以食物经验分享现代人 身心灵健康和原液治疗的需求 希望透过这两个面向 让大家了解 原液是如何在治疗和教育上发挥效用 更希望能够借此让我们看见农业艺术的价值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提供 我们下礼拜见咯 拜拜